现在四到六个月怎么会再纪约 2008年4月17号 腾洗大地减碳333起跑 全球暖化日益严重 本日刺激发起腾洗大地 类型减碳333行动 不必要的就不要那么多的消费 所以就是reduce 就是减少我们的欲望客气 减少消费 第二个呢就是 如果我有东西坏掉了修理 不要马上丢掉 不要马上丢掉修理 那真的不行了呢 我们要回收recycle 善定地球公民责任 改变生活态度 减少碳足迹 例行九种简约生活方式 今天减碳的一个活动 就是关灯电影 为进一步推广环保理念 4月19号在花莲靖思堂 举办一场电影欣赏会 片名吉地熊宝贝 讲述地球生态遭受破坏 地球为什么会面临这么大的危机 北极熊为什么 他们不知道未来要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要减碳守护地球 其实是人人都有责任 并没有明显的电影欣赏 4月下旬在举办专题讲座 主题是全球暖化与粮食危机 邀请各领域专家分享所学 不是作物生产直接降低 而是病虫害都会受到影响 那蜜蜂会迷航 或者是失去它原来的生态环境 蜜蜂没有 全世界的粮食就少三分之一 两近06年4月17号 约旦哈山亲王首度参与发放 此季约旦据典1997年成立后 启动关怀 本日志工前往马夫拉克地区 贝多因部落进行发放 约旦皇室哈山亲王首度参与 亲王放下身段 跟民众握手 笑容挂脸上 亲和力十足的亲王 还跟着志工踏进帐篷区 进行居家访试 送上关怀 你能给予人的最重要的优质 是人们的爱 最大的责任是 你工作人们的最大的责任 你所努力做的就是做正事 因为这是正事 而不是因为你能够返回 我曾经发现就是说 生生事是要做上来的好弟子 所以我自己要求我自己 而且看到很多众生苦 是也体会到 肯定志工复出 2007年9月 此季所原建的阿布杜拉 盲童娱乐中心启用 哈山亲王也亲自到场祝贺 亲王信奉伊斯兰教 但行善之心早已跨越宗教 2708年8月 志工前往马夫拉克地区发放 哈山亲王再以行动支持 约旦哈西米慈善组织 是皇室所成立 2017年8月 该组织来台 进一步了解慈祭 也带来哈山亲王的祝福信 主要是一步了解 我这个第一步 是在一起的 如何他们相关 相关 相关 他们与同众 与同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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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 与同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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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